我感觉像,但是我不敢确认 野食小哥,美食界元老级红人 全网拥有几百万粉丝 陈明座是2016年的山泉水泡面 收入的话就是正常的杭州的白领吧 正常的工资 其实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内容创作者 一个新媒体工作人 这实际上小哥和他编辑差不多,一样的 镜头里他是从不开口讲话的乡村男孩 镜头外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 你在外面这样子,别人会认出你来吗 不会的,就是很普通的普通人 你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受欢迎 不是说每个人都认识你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正常生活就好 我是学土地资源管理的 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做新媒体这个行业 2016年那时候最火的就啪啪酱嘛 觉得说自己也会有记录生活的这种习惯 那我如果发甩会不会有人看 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我外婆那边 在农村里,就比如说地里摘的红薯呀 或者蜜米呀 就在那个地旁边去弄点火 然后去烤一烤啊 其实这也是一种野餐嘛 我觉得可能是从这里来的吧 其实很惬意很舒服 然后很乡村的那种生活吧 拍一道菜之前,会自己先试做一下吗 这个不会,这个就正常做就行了 你觉得一次成型吗 我有这个信心吧 做了这么久了 当时其实也没有想着是发了马上能火的那种状态 因为本来就有自己的工作 只是说后来就是发现很多人喜欢 然后才坚持下来 后面才开始逐渐地说把重心全都转在这上面 专心做这个 为什么没有说话 因为就是在记录生活 不需要向谁介绍我在干嘛 我是谁 然后我也不是教你做饭的 我就是记录生活 所以说就变成了这样一种风格 比如说我搁这儿吃面条呢 说我吃的这个芝士拉丝跟吃面条 也还挺有意思 这创作上的瓶颈是 我相信不仅是小哥的 只要是做内容的 肯定有的 最大的困难也就是这个创意 说的在通俗下就下期拍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那个老板送给我的 我也搞不懂 我还在误 不管你任何形式 你去看电影啊 听音乐啊 你去读书啊 或者是包括你就是 你一天遇到了哪些事情 沉淀下来 你积累或者转换 有一个只要能提取出一个点 能转化成有意思的一个梗 或者是一种美食的一种展现方式 融合进去就可以 算是一种冷幽默吧 然后有点一本正经搞笑的 有百分之六十的契合度吧 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一本正经的搞笑这种 然后也爱吃 也喜欢户外的一些风景啊 都是一样的 喜欢有创意的东西 本丝越来越多之后 也是小哥也开始了商业变现之路 好 这个长虾臭豆腐可不得了了 线上应该现在天猫和淘宝嘛 还蛮多的 我们电商的话 最早开始应该是在17年到18年初的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算是我们最早开始变现的一种商业模式 我们还挺顺利的 在特别是美食这一块领域 算是头部的IP 那那个时候我们也刚好遇到了几个款 第一款是牛肉酱 然后也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价 一个好的产品 那结合了我们视频的一个制作 那一下子这个款就推出来之后 就已经爆了 其实也没有经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筹备期 直接就把我们的爆款给打出来了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产品这一块 我们也是当时找了很多的一个供应商去试评测评 他们会给我们寄样品 这些品大家都去品尝 写出每个人的体验 味觉也好 各方面包装设计等等的 我们会选出一到两款 然后会再到实地去考察这个厂家 我们现在的品几乎是控制在10个以内 我们不希望说把这个店铺做得非常杂 变现也是我们做内容的必经之路 我不觉得它是一件坏事 相反的如果说这个账号 它有了一定的商业价值 那也证明了这个内容是走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以前的文学或者是诗人或者是作家 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小饼干100小柠檬一叉 然后这个小薄荷 直播其实是一个非常费时间的费精力的一个东西 比短视频还要费 你在播的这几个小时里是要全身贯注的 如果说能不做这种商业化的 能一直拍这种内容的肯定是最好的 但是没办法 现实情况不允许 但是就是看怎么把持这个度了 然后尽可能的维持固定的内容输出 然后就是保证内容的质量 一些老的粉丝呢 很多都是还挺支持的 因为他们看到小哥说 做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说有所收入了 但是有一些新的粉丝 或者说路人粉 因为他对小哥其实不是很了解的 他觉得你和其他人都一样 也是在拍视频 也是在变现 你只要去做一些商业的东西 肯定会有影响 你要马而跑 要马而不至少 是不可能的问题 我感觉最顶峰的应该算是 17年18年的时候 然后现在这两年是有一点 有一点有下滑的感觉 所有的人都在刷短视频 他慢慢就习惯了 接受这种很快的节奏 他就可能没有心思 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看这种稍微长一点的视频 穷积力还是最大的 没有一直红的人 就是市场就是这样的 观众总有一天会看腻你的 所以就是我说的 你要去创新 你要去把你的内容 去增加新的东西 然后把观众的口味 再给调动起来 然后再让他们喜欢 就重新喜欢你 这个是可以的 未来的规划的话 肯定还是做内容 然后输出好的东西 但是说内容上也要创新 最好能有时间多去外边拍一拍 都去走一走 但是这个时间呢 就是一种期望了 鼻筒里边插的其实是筷子 然后这些筷子的话呢 上面都印的有一些字 这些字都是一些 视频里的一些梗 有些鸡注定留在回忆里 然后比如说这个 猪式街仪 这个百无禁忌这些 这个是那个当时的一些 喜欢的那个粉丝送的 然后几个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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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